大家好我是老蕭 有很多的車友問老蕭說 我們一輛車回來之後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還是什麼樣的整備 今天老蕭就來大概講解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輛車回來之後 我們大概先會從外觀跟內裝 還有大燈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需要整備的地方 那如果需要拋光我們就去拋光 那麼外觀有一些刮痕比較嚴重的 我們該烤漆的我們會烤漆 那內裝有環保器的部分 我們也會稍微做個整理好 那麼再來我們就會把車輛 前到保養廠去做一個擦電腦的動作 擦電腦的動作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有沒有一些裡面已經有損壞亮燈 有故障的號碼 那麼我們去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解決或更換耗材的動作 那麼第三個部分 我們車子拉回來之後 我們還會去做結構的檢測 很多人怕說買到有撞擊的車子 所以說通常我們就是用這個 GOO第三方的認證 有沒有看到 好 也有客戶他會說他想要用萊茵 那萊茵當然也OK啦 對不對 只不過萊茵因為它的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的付費方式就是由客戶來做承擔 那麼在GOO的部分呢 如果你車子有任何的狀況 它通通都會寫在這一行 比如說你哪裡有什麼樣的問題 它會把它寫出來 然後還有在這邊如果有刮痕 它在周圍也會寫 或者它的板件有換過等等 它這邊也會給這台車它的外觀 或者是內裝到底有幾顆心 好 重點喔 它這邊它會有一個里程 好 這邊老蝦要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不管是萊茵或者是GOO 它的里程都是登錄里程 不是里程保證 那麼里程的部分 如果我們是外匯車的話 最主要你每歸車 你就要去查詢Carfax 好 就是我們講的美國小狐狸 它最重要的就是它在這邊 它會登錄一個最後里程 OK 好 那麼如果是日規車的話呢 你就要去查詢它的抹消證明 抹消證明呢 它這邊也會列出它最後驗車的里程 好 那如果我們拿到的車輛的里程 低於不管是Carfax 或者是抹消的上面的里程的話 那代表你這台車就是有被調表過啦 好 那這個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麼呢 老蝦的車子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會去拉馬力計的 這個動作 那馬力計呢 我們可以來看到 很多人說我們要去拉幾匹馬力 幾匹扭力 其實不是 馬力扭力這個都是一個參考值 因為原廠公布的和你實際去拉的 都會不太一樣 好 那到底這個是要看什麼東西呢 其實呢 我們是在看它的曲線有沒有平順 比如說它 它如果抖得很厲害呀 它可能它的這個噴油就已經有問題了 好 那你都會看到現在的車子 它這邊都會有一個轉折 這個就是可變氣門 它在作動 就會有這個轉折 那麼有時候我們從這個它的曲線 你可以看到這個老蝦曾經有看過 它曲線往回跑的 你有沒有發覺它都是往下嘛 然後這樣上去 它如果是往回跑呢 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變速箱有打滑 但是又還沒有達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臨界點 所以呢 插電腦它也不會亮燈 那你開也開不開出來這種感覺 有很多的朋友都會問老蝦說 你車子回來到底準備了什麼 今天呢 老蝦就公開 然後讓大家做個參考